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女儿你应该非常感谢 然后你应该更要善待你的女儿 让你的女儿 女儿们知道做一个爸爸 或是做一个父亲 或是做一个丈夫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做父亲的人 你要好好地在神的话语上 好好地求进步 然后把自己做成一个好的父亲 更重要的是 跟女儿一定要多多地沟通 因为女孩子本来就比较会沟通 可是我相信所有的女儿们 都很希望父亲跟他们常常地沟通 有很多话可以讲 其实我的女儿跟我的话 有很多话可以讲 特别是我的小女儿 还有我的二女儿 其实他们一碰到什么事情 常常会打电话给我 来征求我的意见 看法 困难也会寻求我 然后 当然 我的妻子也是非常 跟她们非常亲近的 然后 我要鼓励做父亲的 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业 要多花点时间 特别是在你女儿 还年轻还小的时候 多多陪她们 给我的离子 为什么 不够大家 第一次 很好的 遇见 因为